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沒有回答 他一定會陷入場考 很多人在解決說 這個是不是你的 套我是你的參戰期首次 這個傢伙 是一個很可惡 很卑劣 很壞的傢伙 柯文哲沒有資格 代表白色力量 代職參選 那個韓國瑜在高雄一定更糟糕 就是說 一天只有24小時 那我可能 我也會覺得實在 坦白講 今天台灣走到這個地步 只有草包跟菜包可以選擇 實在是真糟糕 市政的問題 原本說有人瑞的敬老禮 已經是八百塊的禮卷 今年卻突然變成五百塊而已 這我不曉得 恐怕照民政局回答 有確定嗎 還沒有 還沒有吧 市長可以問一下 那個中央研究院 那個聯外道路的事情 到底現在目前怎麼樣 國發會到底有沒有在哪裡 那以前是 本來那個是 中原院國家生技園區 有一個隧道的工程 後來中原院來拜託我說 他說他們要去辦什麼 李民公廳會 還要去處理那個環保團體 他們覺得壓力很大 而且他們也沒有經驗 又涉及都市計畫變更 要施工 所以後來我看那個 中原院搞了很久 我說算了算了 我幫你做好了 所以後來我就說 那你那個 就委託給台北市政府執行 不過最近國發會好像說 就把它編成市區道路 市區道路 他說叫我們再去什麼 再寫一個計畫去內政府 營建署去申請 如果過的話 錢就從那個 中央撥給台北市的 那個什麼 汽油燃料稅裡面去控 今天早上我們討論 那個副市長說 還要去申請 然後那個錢再從中央 給我們補助管去控 那乾脆算了 我們自己蓋就好了 所以後來我就說 那算算 也不用去申請 我們就把它編成市區道路 台北市政府完全 take over 就承擔起來 我跟你說 他要去申請 申請完再從你給我的補助管扣 那算 那我自己出錢自己做完就好 還不用去跟你申請浪費時間 你有為這件事情不開心嗎 你有為這件事情不開心嗎 反正要卡就卡 我是這樣 你卡好我就自己做就好了 我也不想 不開心 這累積我的怨恨而已 可是從雙子星到現在 會不會覺得好像一直革命 不是啦 這個就是國家的悲哀 就是說 是就是不是就不是 其實 還是一樣 我每次講說 如果把台灣的整體利益 人民最大福利當作最重要的考量 其實很多事情都可以解決 可是我們這個國家就是這樣 黨同花意 就是說 你不是跟我同一邊 我就要卡你在幹什麼 後來發現他也不是只有卡好 所以我猜韓國瑜在高雄一定比我更慘 可以 可以 你參選的話 跟韓國瑜跟蔡英文的支持度 是40、27、28 就是你跟蔡英文跟2、3名而已 會不會有可能被氣保 還是邊緣化的問題 這個是這樣 其實 包括兩個黨的初選民調 都蠻 變化蠻激烈 其實我覺得這樣 台灣還是不應當政治只有選舉 我覺得還是不太對 所以 我越來越輕鬆 我發現每個人都很焦慮 只有我是最輕鬆的 市長 昨天罵蘇貞昌有夠不料理的講師 蘇貞昌回應說他不在意這些政治的語言 我跟你講 不然他講什麼 他在講 他在講我就問候他那個保安公的事 他不是在那發誓說他絕對不當嗎 我對 各位 好 不會啦 啊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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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也曾經研發原子彈,不一定會成功 不過是這樣,我發現我最快樂 每天早上7點半準時上工,該做事情做完 你們來訪問我說,看到什麼不對就K什麼,蠻快樂的 小英在出訪的時候被問到白綠還有沒有合作空軍或所需要條件 他認了三秒沒有回答,那您覺得還有這個空間嗎 他一定會陷入常考 反正他們兩面說話也習慣了,一邊說要跟你合作一邊打你,反正我也習慣了 你在專訪的時候也有提到說,有民進黨的人傳簡訊給你要跟你談一談 到底會是哪些人來跟你接觸 其實民進黨裡面我還是很多朋友,以前2014畢竟還是很多朋友 所以我倒覺得是這樣,政治上有意見是歸有意見,朋友還是歸朋友,這也沒有什麼 所以你不會想去談就對了 最後一題 你不會想要去讓朋友邀你嗎,那你會想要去應邀你嗎 不會啦,朋友來 沒有,我覺得是這樣啦,人活在世界上也不是只有政黨,還是有朋友啊 所以,who care 阿扁說蔡英文為了救他的民調,想要關他 關早就關了,不會啦,我也覺得那個扁爛拖太久了 應該應該,其實我也不太贊成說保外救醫,每天在寫永歌舞以後也不贊成,我覺得這還是怪怪的 還是應該這樣久而久之,台灣的司法或是法治國家的這種形象荡然無存,也不是辦法 可是有人分析阿扁一旦關進去的時候,票會留到你身上,尤其是勝率的票 唉,這個還是這樣,所以我每次講說,面對問題是解決問題的第一步,你不解決問題,問題會解決你 這個,拔到我講,處理扁爛罪假時間是2016年,那時候沒有處理,現在真的實在是不要怎麼辦 市長,目前有信息民調說,有四五成的民眾不支持您跟韓國瑜待職參選 這是一定的啊,坦白講喔 不然是這樣啦,我也覺得待職參選,特別這種才選上四張 我發現喔,我們其實這樣還是多多少少還被干擾到一點 我猜韓國瑜,我猜那個韓國瑜再高有一定更糟糕,就是說 那一天只有24小時嘛,那我可能,我也覺得實在 坦白講喔,今天台灣走到這個地步,只有草包跟菜包可以選擇,實在是真糟糕